我們一開始呢先來關注呢就是洛杉磯 這幾天呢80奧運結束之後 五環的會起才剛剛送到洛杉磯 沒想到就震撼這座城市 洛杉磯呢竟然發生規模4.4的地震 而且整個南加州後續陸陸續續都還是有一些餘震的 而在這地震發生的當下呢 有廣播電台的主持人被嚇到立刻躲到桌子底下 錄音棚內驚呼聲不斷 其中一位主持人嚇到躲進桌底 美國洛杉磯週二凌晨3點多 發生規模4.4潛層地震 地震突如其來連小狗也嚇了好大一跳 這次地震深度僅約12.1公里 整個洛杉磯都超有感 一名婦女在家中警覺不對 接著一陣天搖地洞 她嚇到當場尖叫 監視器更拍下地震來襲 瞬間停車場內轎車上上下下劇烈搖晃 地震過後不少人跑到戶外避難廣場上密密麻麻 全都是避難人潮 美國體育頻道ESPN直播節目突然的劇烈晃動 女主播當場晃到站不穩 儘管被嚇得不輕仍然專業繼續播報 大規模地震襲擊後南加州餘震不斷 美國地質專家表示這次的地震和1987年惠提爾斷層地震相同 不過巧合的是奧運五環會期才剛送抵洛杉磯下午就發生地震 四年後的洛杉磯奧運會不會受到地震干擾 也引起關注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各界都在關注美國總統大選 先來看川普呢 他跟這個特斯拉的執行長X的老闆馬斯克上演一場世紀對談 就是馬斯克呢邀請川普來做客來訪問他 而這個訪問呢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 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出了一些狀況 因為呢技術問題 所以本來要專訪的時間呢延遲超過半個多小時 而馬斯克呢他的解釋是因為有大規模的這個斷網的攻擊 所以沒有辦法及時的開始 不過呢這沒有辦法交習兩個人的粉絲的熱情 一度呢在線最高有129萬人在等要來目睹 要來聽聽看兩個人到底談那些什麼 可以說是無所不團各種話題全部都包 包括像是呢談了之前他這個被暗殺 還有呢川普一直在批評的美國的邊境管制做的還不夠 另外就是國際安全國際關係 還有能源甚至是藥品管制的問題 而當然川普的野心不止於此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來公開攻擊他的民主黨的對手賀錦麗 那不過在這個 他談政治之前其實很多人在關心的是 那這場會談 畢竟川普跟馬斯克兩個人的個性都非常鮮明 都是那種比較嗆比較直來直往的 兩個人坐在一起 那誰才是主人 誰才是客人呢 我們看一下呢這個X平台上面呢 在這個對談當時顯示的是 這是川普的空間 川普他才是主持人 那馬斯克只是一個共同主持人 所以BBC呢做了分析就說 你看他上面顯示的這些文字非常清楚 權力到底是掌握在誰的手上 那馬斯克也直接講他是力挺川普的 說美國現在 除在一個交叉路口 過去這幾年的狀態都一直不是太好 如果你呢有是獨立選民 你知道你為美國的未來著想的話 那票應該就直接投給川普了 就BBC的評論認為 其實馬斯克挺川普這個立場 從頭到尾都沒有在藏 這次直接用X平台幫川普做了一個 非常大的宣傳 那川普罵賀錦麗都罵了些什麼呢 他就提到他說呢 在邊境立場上一下反反覆覆 一下說要加強一下說 維持現狀甚至是放寬 這個沒有忠心思想的人 根本就是在說謊 那甚至他覺得賀錦麗實在是太過軟弱了 他說各位你們能夠想像 哪一天賀錦麗跟習近平坐在談判桌上的時候 賀錦麗會是什麼樣子嗎 他有能力來捍衛美國的權利嗎 而現在呢世界這麼亂 包括呢這個核武很多人在擔心 會不會被拿出來使用升溫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 而賀錦麗呢太過軟弱了 但賀錦麗的團隊也馬上就反擊了 不能夠這樣平白無故就被川普攻擊 他們怎麼說呢 他說呢馬斯克跟川普現在看起來兩個人好像交情非常好 但是不要忘記在2022年馬斯克也曾經講過川普年紀實在太大了 現在竟然態度也180度大轉彎 那他也說呢馬斯克這個行為好像是在爆川普的大腿 這陣子不斷的黏著川普是不是變成川普的走狗呢 你是一個企業家你的中心思想又在哪裡呢 那他也說呢川普跟馬斯克兩個人都是白人 而且呢立場好像對於這個所謂的多元包容這些東西是非常的不友善的 所以他說呢這兩個人都是自戀的富人 而這兩個自戀富人呢如果去經營企業或者是治理國家的話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 那就是中產階級會遭到出賣 那不過川普對賀錦麗當然是狂轟猛炸 甚至也提到呢之前拜登決定退選的事情 川普就說了賀錦麗能有今天的位置 是他背後用了非常多的小動作搞政治手腕才把拜登給逼退 對著一部小小的手機侃侃而談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與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 兩人對話長達兩小時一開頭就轟賀錦麗是靠政變上位 兩人話題接著談到世界局勢 破口依舊對準賀錦麗 說他如果當總統只會讓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看起來很軟弱 川普大酸習近平或普京看到賀錦麗都會心想 美國領袖怎麼是這款貨色 他再度吹噓 因為跟習近平和金正恩是麻吉 全球強人領袖都敬畏他 不敢對美國造刺 但如果真的爆發世界大戰 馬斯克也自我舉薦 如果川普當選 未來可以讓他在監管財政赤字的機構工作 確保美國納稅人的錢不會被亂花 川普也當場允諾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霸氣走上台 前美國總統川普重回X平台 他一連發出六則新的競選廣告 影片上的字幕也寫下 要讓美國再次強大 推文不到半天 已經吸引超過630多萬人次觀看 這是川普在2023年8月以後 第一次在X平台上發文 只是他和馬斯克之間的專訪直播 卻因為技術問題 緊急害咖 這場專訪原定台灣時間8點登場 直視專訪開始沒多久 頁面呈現一片白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插播快報 還順便報導 馬斯克過往的直播 也出過狀況 CNN報導還說 川普和馬斯克的關係 在2020年一度交惡 沒想到現在馬斯克和川普的關係 卻180度大轉彎 就在川普擁抱馬斯克的同時 民主黨的賀錦麗 繼續到搖擺州造勢 他這天來到亞利桑那州 而且對比川普陣營 持續的惡意攻擊 賀錦麗這邊的氣氛 顯然歡樂許多 我認為Kamala Harris和她的主席 是讓所有人更加希望 更加感動 賀錦麗還登上最新一期 時代雜誌封面 封面的右下角 還寫下她的專題報導名稱 她的時刻 講述賀錦麗在民主黨候選人中 脫穎而出的過程 以及她競選時面臨的挑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我 我 感谢观看